马上就要开席 这手抓羊肉已经准备好 手抓羊肉是咱们亲蒸宴席里边的一道主菜 必不可少 26桌的规模 每一道菜都准备26份 这数量还是相当的可以 这是蒜蓉粉丝蒸山贝 正在呛热油装盘 马上上桌 这也算是咱们宴席上的一道海鲜 这香味已经扑灭而来 兰州安宁的贿家营 咱们今天要来拍宴席的是这家店 马老六 现在我们到大厅里边看一下 看到客人们现在是已经到了 等一会儿要开席 这26桌的规模还是相当的大 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在兰州安宁的马老六这个店里边 咱们今天给大家再拍一个清正的包席 今天这个包席啊 它是26桌的规模 然后它的菜品是八凉八热 一道汤加一套主食 这个标准的价格是1699 后面就是这个大厅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的11点40 这个烘礼的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随着仪式的进行 这个凉菜是要主步要上的 所以这个凉菜现在基本上全部准备就绪 这是首次牛肉最后的几盘 师傅正在紧张的装盘 这是东江盐局机 这个装好之后呢 所有的凉菜都要用小推车推出去 现在这个夜会厅的仪式已经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凉菜 所有的凉菜全部用小推车已经推出来了 这边摆到桌子上的这个是一虾两吃 这大型酒店它每一道菜的装盘还是相当的讲究 现在呢这个鱼是正在进行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祝一对新人百年好和 这个小推车很有感觉呢 这推出来之后啊 看着也是相当的诱人 这边过来 这是白切鸡 咱们在这个清争宴席里边 咱们的羊肉 油肉 鸡肉 还有鱼肉 是主要的肉食类的菜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椒盐带鱼 又一车推出来了 这上菜速度是真快 这一道菜是东江盐鸡鸡 下面一层好像是烤鸭 这是流汁牛腱 这牛腱肉啊 切的是相当的讲究 这边是烤鸭 这烤鸭也全部装盘装好了 然后前面是大酱 这样看过来 这个宴席的这个印菜还挺多 这边热菜也准备好了 现在是咱们这个宴席里边 最主要的一道热菜 老虎斑鱼 撕上热油 准备上桌 现在这个手抓羊肉也出来了 手抓羊肉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道热菜 这是油蒙大虾 这虾的个头啊 看着还是相当的可以 这几道菜在这个夜席上也是非常提气的几道菜 咱们兰州人叫掌精神的几道菜 看到这个颜色 看到这个品相就非常的想吃 这边是蒜蓉粉丝蒸山贝 震灾磁油 这个热油呛嚷之后 这个味道已经飘出来了 这边还要浇上这个枝子 这做菜的每一步啊 都是相当的严谨 小推车送到大厅 这边又是一道硬菜 土鸡烧海参 这道菜装在像砂锅一样的这个容器当中 应当就是砂锅 这个菜在里边还在煮 这上面再放点这个青红椒 再点缀一下 这个砂锅好像是热的 下面有这个鸵盘 这又是一道硬菜 水煮牛肉 这个师傅正在装盘 这个盘呀够大的 这水煮牛肉 这个香辣的这个鲜香味呀 闻着很明显 这师傅们 对于每一道菜的这个装盘 装盘 对菜的这个品相的要求非常的高 这水煮牛肉 也是咱们大多数人都无法拒绝的一道菜 这样看这个菜呀 这个是真漂亮 真诱人呀 这道菜大家应当不陌生 应当是一道主食或者叫他小吃 油香和河州包子的双拼 油香和这个河州包子是咱们清蒸宴席的标配 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 在这个每一次的宴席上 我看这河州包子和油香都是光盘行动 现在又出来了一道类似于主食的菜 和叶饼鸡蒸子 这和叶饼做的还挺别致 颜色有白有绿 这上菜的小根够麻利的 速度很快 这道菜生态田园 里边是咱们的蒸花生蒸红薯 蒸胡萝卜之类的 看着是很不错 这又出了一道素菜 西芹百合 一看就很爽口 这道菜也是必上的一道菜 这是咱们宴席上的这一道汤出来了 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暖胃 这道汤叫燕麦核桃粥 这个汤盆也很别致 小推车送到大厅里边 备用到这个地方 马上就要上桌 随着这最后一道汤的上桌 这个宴席的所有菜品就全部上齐了 我看了所有的做菜的过程 和洗面上的菜品 我个人感觉还是相当的不错 那朋友们觉得这样的一桌宴席 这样的一个价格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